209大公報 君如被僻身孤單 2015年7月10日娛樂B20 大公報信 記者溫穎之報導 吳君如前晚出直晨戲劇場兩週年慶典 稍後將演出舞台劇《狂周夫妻的他》透露 該劇將加開最後三場 並指今次演出舞台劇好大壓力 因為是第一次 現在要花很多時間排練 她說 之前在室內練習吵架戲 差點鐘暑 現在每日掛念台詞 因為台詞每日都有改動 君如只因為要排練 未能跟陳可新及女兒一起去歐美旅行 現在每天只剩下自己在家讀劇本 女兒就不停將旅行的相傳給她看 她笑說 我都問她是否在鄭卿 真的看得流口水 不過君如指 陳可新帶女兒去旅行 其實是好體貼 因為想她專心工作 只是沒有家人支持 覺得有點遺憾 林家欣前晚二新髮型現身 她表示最近跟學友拍攝電影《暗色天堂》 受角色影響 心情好沉重 希望換新髮型改變心情 今次這部戲由家欣老公擔任導演 她坦然老公讚學友演得好 令她合作 家欣亦又問老公自己演成怎樣 老公及子回家再講 然後便說 每一個月都不合適 我來賦予 也不適合 挺 我來賦予 我一定